我刚刚进来觉得地方很漂亮 特别上面有莲花 所以我刚刚进来我就想 如果我又能够做一个高中生 我一定要好好爱惜这个机会 因为以前我们读书 就是为了玩 为了应付 它没有一个正确的动机 当然父母会告诉我们说 要做好事 做好人 学校说你好好读书 以后才有前途 但是很可惜它没有告诉我们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那高中我们就会教女朋友跳舞 这就是快乐 所以读书就是希望 读前面几名将来可以考上好的大学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一个人如果没有透过正确的生命教育 他做什么东西都是自私的 为了自己的欲望满足 为了自己的成就 希望做个伟人 在别人面前被尊敬的人 可能这就是 世间的教育告诉我们 要成功 要被人尊重 要有钱 要漂亮 要快乐 但是事实上 人生不是如此 所以我小学三年级 十岁多 我最好的朋友自杀 对我人生来讲 我就 有半年在郁郁的状态 因为我就会一直想 一直想 为什么他要这样 他去哪里 然后到我高中的时候 又有另外一个同学 也是一个很好 在班上很乖很乖的 但是他的哥哥是个败家子 然后弄了他爸爸妈妈很痛苦 后来他也选择自杀 这是我第二次的人生 又开始有一点很痛苦 每天我都会觉得心情不好 然后回去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很可惜 那个时候我没有碰到 一个好的老师告诉我 为什么会有这个痛苦 没有办法 只能说等时间过去了 然后又开始忘了 然后又开始玩玩玩玩 那再来就进大学了 那进大学 那当然了 那玩得更厉害 因为上了年纪了 大家玩得更高级了 但是玩下来以后 就想了将来出社会怎么赚钱 所以 如果我们今天大家要来谈佛法 那今天的题目好像是 爱自己 爱世界 这个题目非常好 什么叫爱自己 就是不要让自己受苦 简单说 怎么爱自己 不要生气 那就很快乐 不要有欲望 很快乐 他想要爱 不要让自己生病 这才是真正的爱自己 那站在佛教 真正的爱自己 是要让自己的生命 没有一点点痛苦 那生命有什么痛苦 我想小朋友生下来就开始有生老病死 现在的教育 就教育我们怎么逃避这个 更好的医疗 更好的知识 更好的房子 刚刚我车子来看到很多房子 我还问李志求 这一栋多少 700多万 我在想一个年轻人 大概没机会买吧 除非他爸爸很有钱 当然住大房子 跟住小房子 心态 当然感受有点不一样 但是世间人现在在追求的 这些都只是一个 刚刚讲了 赚钱 有房子 有地位 儿女 乖 那个只是一个 念一下 有漏的快乐 在佛教叫有漏 什么叫有漏 就像这个沙子 放在一盘 盘子里面 里面有洞 所以沙子最后会 流失了 得不到沙子 有漏 我们叫暂时的快乐 也就是说不就近 所谓不就近是 今天给你全世界的钱 也没办法叫你解决 生命的根本的痛苦 生老病死 轮回的痛苦 所以 但是现在人宗教不流行 就像各位 爱丁堡来 你会发现很多教堂 变成咖啡店 变成商店 古时候为什么教堂这么多 因为古时候没有 iPhone 没有这么多好玩的 所以古时候人必须面对 天气的变化 甚至战争 传染病 对他来讲 生命比现在苦 不容易满足 不容易满足 所以他对 未来世 死亡 有点恐怖 他一定要去找信仰 因为他认为 人间的各种进步 没办法解决他的问题 那现在的科技 文明 发达了 反而很容易让你麻醉 包括生病可以帮你打麻醉剂 甚至有人在讨论 安乐死 我不要面对太大的痛苦 安乐死 生小孩可以剖腹 生产 可以减低痛苦 所以 有时候想想 科技业进步 反而大家 也觉得这个世间快乐 痛苦很少 所以在这一点 大家就不会 注意生命的根本问题 再次来 生老病死苦 这个生老病死 讲的是身体 只要你有身体 你就必须面对 生老病死 所以 像我自己 是因为我 我注意到这个问题 是在 我自己结婚 生了一个小孩 我才知道 生命怎么脆弱 脆弱到 没办法形容 所以我生了小孩 我有点后悔 虽然我很爱他 第二次 让我很震撼 就是我妈妈得癌症 而且医生说 这个不太 可能不能医了 对我来讲 非常的痛苦 跟震撼 我读这么多书 我赚了这么多钱 我可以给医生 多少钱 只要他能够医我妈 但是医生说 没办法 但对我来讲 我觉得我自己 很无助 也很痛苦 我这么爱我妈 但是我 我帮不了她 但是好在 我也有一点福报 就像各位今天 能够来 参加法会 应该叫福报吧 因为你就有机会 听到佛法 所以我妈妈 在生病的时候 那时候 有人给我一部 《地藏菩萨本愿经》 但这里面 还有一段故事 就是有人骂我 因为我妈妈生病 我们四个小孩 轮流 一人去看一天 这样 轮流 但是我的儿子 那时候正在生病 我却天天晚上 无论如何 我要去陪她 那我有一位朋友 就骂我 不孝子 你看 儿子生病 二十小时守着 妈妈生病 还计较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十 我一被讲以后 我很惭愧 各位这个很重要 修行应该有一点善根 就是说 什么叫善根 也叫慧根 别人骂你的时候 你不但不生气 还会反省自己 我错了 这个叫慧根 一个没有善根的 是别人骂他的时候 他还怪对方 你凭什么讲我 这个叫没有善根 所谓善不善根 就是他有没有 惭愧心 所以我被骂的时候 我觉得 我很谢谢他 我觉得很惭愧 真的我纵我儿子 超过我的妈妈 所以我就跟我 过去的太太说 儿子就麻烦你照顾 因为他中而言 住院几天要开到 那我要守在医院 因为我跟我哥哥弟弟说 没关系晚上都我来睡 也不用请特别看护 不是钱的问题 因为自己妈妈要自己 当然看护还在 但是都是我在看 但是也因为我坐在医院 让我有机会 好好去思维 这一点各位一定要给自己机会 不要一直忙着某一些事情 赚钱啊 读书啊 一直忙一直忙 然后等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没有机会去思维 怎么面对它 就像晴天霹雳一样 医生可以说 你不用上班了 为什么 因为你都癌症了 那时候你整个人生 所以癌症大部分不是真的病死了 是吓死了 他不知道怎么面对 但是佛徒跟我们讲一句话非常好 来 一切变化无常 接受变化 就是了解真理 我们修就在修这个 我们希望这个世间什么都不要改变 偏偏 这个世间的真理 永恒的真理 就是什么 一切都会改变 那就是真理 这个世间没有不变化的 佛陀要我们念一下 体物无常 体就是你要真实的去感受 去了解 这个世间一切变化 无常 你很爱你的先生 你很爱你的太太 哪一天你发觉 他外面还有爱人 那那个时候你怎么办 这个叫修行 修行不是在逃避痛苦 修行是了解 就像很多年轻女孩子 我师父我要结婚了 你能祝福我吗 我就给她好 祝你面对变化的时候 能够接受 他说什么是变化 老公会没有女人 你能接受吗 不可能 那你考虑一下 你要不要结婚 为什么不然你会很痛苦 为什么 如果你能够接受你结婚 那你就不会痛苦 为什么 你反正跟爱惜一样 就像我现在想 我们现场的每个人都会死 这是一定的 对不对 但是也因为接受会死这个无常 所以我要爱惜现在 每一分秒 我跟谁在一起 我在哪里 我都要爱惜那一刻 就像我 我这两三年还很有福报 每年都来我们爱丁堡一次 一天两天就走了 对我来讲 我在这边的生命 就是两天 就死了 所以 昨天我们一到 跑了很多很多的 浑木区 跑了很多很多的 可以去 慈悲的地方 甚至刚才还想要跑去教堂 教堂是人们祈祷的地方 我们也要把这种爱乐力量 融入在教堂里面 因为对我来讲 金钱 那各位你要去思维 哪一天你拥有整个爱丁堡的房子 跟金钱 男生女人 你都拥有了 又怎么样 那只是一个感受 你是个最有钱的人 难道你吃饭 别人吃一碗 你吃十碗吗 那只是一个感受 我是有钱人 我比别人漂亮 我比别人健康 但是到底呢 还不是什么都带不走 所以佛陀讲一句话 非常好 凡是在一起的 必定会分开 你要了解这个道理 所有的财富 什么都带不走 做高位的 必定有下台的一天 凡是有生命 都会死亡 这个叫真理 所以如果人家问你 学佛在干嘛 你叫追求真理的生命 什么叫真理 就是不变的道理 不是佛陀创造的 不是上帝创造的 这个花 势必会坏掉 这个叫真理 这个人 势必会死掉 大家必须分开 不变得不成本 这就是不变太 了解 葬 这就是不变太